旭文貴博貞 文貴博貴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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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開始上課 那在上課之前 我還是要再問一下同學一些 就是穿進format的問題 為什麼每次上課都要問呢 因為我們後面 我們要設計Organization 對不對 Computer Organization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instruction 就好像說你要煮菜 你不知道你要煮什麼菜 那你怎麼煮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得 你的這些我們要設計的instruction 長什麼樣子 那後面Hardway對應它的時候 才會知道它的意義在哪裡 好 所以我們前面教過的是R-Type 對不對 還有I-Type 這兩種type的instruction J還沒教到 那J很簡單 那在R-Type的時候呢 我們說R-Type的instruction 它是長什麼樣 它是用來做哪些instruction運算 好 我們來找一個同學 王子豪 來 R-Type的instruction是用在哪裡 用在哪一些instruction上面 R-Type 蛤 R-Type R-Type是長什麼樣子 那你記不記得R-Type長什麼樣子 它的feel 每個feel是長 有幾個feel 記不記得 蛤 來進去 好 王子豪 那下一個好了 阮奕婷 阮奕婷有沒有來 阮奕婷有沒有來 來 好 張毅 張毅什麼 張毅瑞啊 張毅瑞是不是 張毅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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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仁宏 王仁宏 李济清 來 R-Type R-Type長什麼樣子 OP code RS R-T R-D 對不對 然後Function 然後ShiftAmount 然後Function 對不對 OP code是幾個feel 幾個bit 六個bit 然後RS R-T R-D是五個bit 五個bit 對不對 然後ShiftAmount 再來剩下就是 這個Function 對不對 那這主要用在哪一些 那些的Instruction呢 主要用在 加啊 對不對 然後什麼 Logical Operation 因為我們說 這是一個LowStore的Machine 對不對 當你要做加減 這些運算的時候 你一定要 Operate已經在Register上面了 所以我們需要三個Register 三個RS R-T R-D去描述這些Register 對不對 兩個Source 一個Destination 這是R-Type的Instruction 這很重要 再來 關停語 有沒有 來 關停語 來 好 那R-Type這是運算 對不對 那我們另外一個I-Type instruction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I-Type instruction 用在什麼樣的 I-Type的Format 用在什麼樣的Instruction 只要說一種就好了 到目前為止 我們只有三種 對不對 你只要說一種 I-Type這種Format 我們用在哪一種Instruction LowStore 對 LowStore 好 那這個I-Type instruction 是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長什麼樣子 OP code 因為我們希望每個Format 長得越一樣越好 對不對 就要盡量跟R-Type一樣 所以前面OP code長一樣的 RS長一樣的 RT長一樣的 後面有 所有的Fu 都 combine 成一個16個bit 16個bit 我們說它叫做immediate Fu 那immediateFu 如果是你剛講的是LowStore 這樣的Machine 它是用來做什麼描述的 是做什麼動作 就是OP code RSRT 16個bit immediate 那如果用在LowStore 這樣的instruction 它是做為什麼 什麼東西 用途 來 位置 蛤 蛤 蛤 就是 I-Type的instruction 對不對 後面有個immediateFu 如果用在LowStore的instruction的話 那個16個bit 是做什麼動作 Offset Offset 說Offset 就是說我們RSRT 其中一個是我們的 描述我的這個register 對不對 是當作Target 或者Source 那另外一個就是Base Register Base Register 要加一個Offset 才會到我真正我要的LowStore 那個去Memory Access的地址 所以那個Offset 好 那再來 邱柏陽 邱柏陽有沒有來 邱柏陽 那同學這邊前面都有位子 要不要來這邊坐一下 同學 邱柏陽 有沒有來 好 許氏文有沒有來 許氏文 關子陽 來 好 好 剛剛講過LowStore對不對 i-Type 那再講一種Type的instruction 用i-format 就是 就是 conditional branch branch equal branch not equal 對不對 這是我們待會要講的 好 那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是哪一種 我們來看找一個同學 branch equal 它的format也是一樣的 那它怎麼去描述它 我們待會我會講 還有另外一種 他可以用在哪裡 陳律芳 陳律芳 陳律芳有沒有來 剛才你講過說 i-former可以用在low store 對不對 可以用在branch equal branch not equal i-former還可以用在哪裡 jump no 什麼 還拿一種instruction 這一定要記得 不然你後面怎麼去設計你的hardware 你都搞不清楚這些former要做什麼動作 你後面怎麼會設計hardware i 你看 i 叫什麼 i 代表什麼意思 immediate 對不對 immediate operant的意思 那什麼叫immediate 就是constant 你的operant是在你的instruction裡面 叫immediate operant 陳兆全 陳兆全 來 講一下那個怎麼運作的 就是如果是immediate operant的話 前面opticode是5 就 5個bit 然後isrt是6個bit 224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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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bit immediate是16 這後面的16個bit要做什麼動作 後面的immediate的話 就是如果lose做的話 這邊是放 只做 只講說是immediate的 就是說做constant type的話 他後面16個bit當作什麼 代表一個數字對不對 對 代表一個truth complement的數字對不對 對 那他只有16個bit啊 可是你一個nab是32bit 你要做什麼動作 那個ent sine extension 對 對很好 這個 剛剛是誰 陳兆全 陳兆全回答有念書喔 好 ok 好 所以後面這個16個bit 是一個immediate constant 對不對 他可以正也可以付 你要做把它變成sensor 不要做sine extension 好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immediate 他可以做branch 你剛剛講過對不對 但是他的format到底長怎麼樣 我們沒仔細講 好 所以iformat可以做immediate的operant 可以做branch equal branch equal,branch not equal 就是conditional jump 還可以做load store 這三種format 這三種intratching 都是用iformat來做 那branch是怎麼樣去做這個 他的intratching到底怎麼做呢 怎麼這樣map到這個iformat 那我們看也是這樣 op code 前面我們有op code rsrtimmediate 6個bit branch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intratching說 我rs 如果branch equal的話 就rs裡面的東西 跟rt裡面的東西 如果一樣的話 我就跳對不對 branch equal是這樣的意思對不對 branch not equal是說rs跟rt 如果不一樣的話 我就要跳 根據你的op code 不一樣的op code 你就做不同的動作 好 那就要跳 跳去哪裡呢 在我們前面的intratching裡面 都只有講說 跳出一個label給他對不對 所以我就跳去那個地方 那個只是一個symbolic的描述 對 可是你要真正的放在 這個intratching裡面的時候 因為電腦其實也看不懂 跳去exy 跳去l1 跳去l2 他也看不懂什麼叫l1 有2對不對 他看不懂 你要給他一個number 要給他一個address 要給他一個地址才可以 好 那這個地址 我怎麼樣在這個intratching裡面描述它呢 所以我們在寫這個intratching 是symbolic 它是 那那個東西map到我這個intratching裡面 要代表什麼意義 那我們知道說 跳去哪裡 其實是跳去memory address 對不對 因為我的intratching也是放在memory the operant是放在memory theintratching其實也是放在memory裡面 對不對 我要到去3864這個地址 還有4765這個地址 這是一個地址對不對 所以我要去描述一個地址 說要跳去什麼地方 那一個地址多長呢 我們前面介紹過 32bit 對是32bit 那你說我要跳去哪裡 你這個immediate 再怎麼樣也是只有16個bit 對不對 那我怎麼樣去描述一個地址 說我要跳去的地址呢 這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好 好 所以他說好 我們要用什麼樣東西 immediate specify這地址呢 好 我們要用的叫做 pc relative addressing 什麼叫pc relative addressing 所以我要跳去的地方呢 我不是一個絕對位置 我是一個相對位置 我跟誰相對位置 跟我pc做相對位置 那pc是什麼 來 曲折 蛤 蛤 蛤 曲折軍對 pc是什麼 不是啦 不是電腦 不是電腦 是這個 好 是指這個 program counter 對 program counter 那program counter是什麼意思 對也對啦也沒錯啦 pc personal computer也對 如果我們指它是program counter的話 它代表什麼意思 裡面放什麼東西 放指那個 你現在下一個層次就是到哪裡 對 要address 對不對 memory的address 我 instruction線執行到哪裡 我就放在program counter裡面 放在program counter裡 那好 我怎麼樣去用program counter 這個東西呢 去跟immediate結合起來 去描述我要跳去的地址 我們這邊看 他說immediate只有16個bit對不對 但是program counter是裡面32個bit program counter就是要 裡面放的東西就是我們要下一個 要去執行 instruction的位置 它在哪裡 就是memory的address就對了 memory地址是放在program counter裡面 program是32個bit啊 我只有16個bit 那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呢 好 他說 但是我們通常在跳的時候 branch equal branch not equal branch not equal 我現在要執行這個branch equal branch not equal的時候 branch counter裡面指到誰 pc是指到誰 就是 你這個branch equal branch not equal 這個指令的放在哪裡 對不對 就如果你去看你的instruction 你看你的program的話 對不對 它就指到說branch equal 或branch not equal這個指令嘛 對不對 它是在哪個位置 所以你要跳是不是跳上或跳下而已嗎 就你寫program來講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不要就往上幾個statement跳 或往下幾個statement跳對不對 就相當於你就把branch equal branch not equal 這個instruction所在的位置 往上加一些數字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以這個現在的program counter 裡面放什麼值 現在如果branch equal是放在1000這個位置的話 你待會要執行的指令可能就是1000 1000加50對不對 或1000-50這個位置 對不對 在的位置 因為一定是在附近嘛 所以說所以呢 我們就說我們的immediate 就好像有點像offset的意思 offset去把它相加 加誰呢 加現在program counter裡面的值就可以了 好 因為我們假設說loop通常都很小的話 那就可以把現在的地 現在program的值到哪個instruction 把那個instruction往上加往下加 那一點就會得到我要跳去的那個位置了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呢 好 我們就說pc relativeaddress的意思就是說 這16個bit呢 是秒immediate 是好像一個sign的tooth complement的integer 就把它加到現在program counter裡面的東西 那現在pc去有點類似像我們low store 那個base address的那個概念是很像 對不對 base address不是給你說一個register裡面放一個base 就基礎在那邊 你再往上加一點往下加一點 就是你要到的地方 那這個pc呢現在就跟那個角色很像 只不過pc線裡面放的是 你現在所執行instruction的位置就對了 你現在所執行instruction它在 在memory裡面是在哪個位置 就是放在pc裡面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好 陳寅珍是不是 陳寅珍 了不了解 了解 好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好 我們現在在base address的時候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加減一個offset對不對 記不記得 我們的low store是加減一個offset 那個offset是代表一個byte address對不對 代表一個byte address 那現在我們如果要 同樣一樣我們要specify這個 用16個immediate去描述這個offset 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用byte呢 我們是不是還用byte 換句話就是說 我其實是一個offset 希望跳得越遠越好嘛對不對 你希望說 我program 現在program count只在這個instruction 我希望我能跳的範圍是 往上可以跳遠一點 往下可以跳遠一點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你現在如果是16個byte 2的16個byte的話 你可以是往上跳2的15 往下跳2的15嘛 正負對不對 好 那你希望跳遠一點呢 你希望跳遠一點 希望跳遠一點 希望跳遠一點嘛 你的prime比較 彈性比較大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跳比較遠一點 好 可不可以跳比較遠一點 懂我意思嗎 懂不懂我意思 我問個問題 就是說我希望的range 是越大越好嘛 好 越大越好 對不對 那我如果用byte去描述它的話 我是只有2的15 四方正負 兩個上下 對不對 可是我們知道instruction是多長 instruction有沒有可能一個byte instruction有沒有一個byte 兩個byte 三個byte 永遠四個by對不對 永遠都四個by instruction永遠四個by 所以就是說 你的instruction有沒有可能在 這個 這個0到4之間有沒有可能 沒可能嘛 它最後兩個byte一定是00嘛 對不對 如果從0開始的話 一定是0 4 8加上去 所以最後兩個byte一定是00對不對 那你幹嘛多此一舉呢 把它放在這個immediate裡面呢 放在immediate 不需要嘛 對不對 你說那兩個byte我就省下來了 就省下來了 我把這immediate拿來之後呢 我就會不會自動加兩個00在上面就對了 就乘以4的意思啦 加兩個00就乘以4的意思嘛 對不對 因為你的instruction永遠是 0 4 8 12 對不對 就這意思 那你就range是不是增加了 增加了 增加了4倍 好 所以 branch addressing還有一個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immediate呢 是spacify wall address 跟這個我們的那個前面的講說 這個base offset不太一樣 為什麼 base加offset offset是buy address 為什麼要buy address 跟這個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去low store的時候 你要去memory access的東西的時候 你有可能是要 access其中的某一個byte 對不對 也可能是不知道哪一個byte 你要access其中的某一個byte 所以你只能給它buy address 那可是我們現在的instruction 永遠都是4的倍數 你不可能去access它的byte 所以我們就用wall address 所以它所immediate是描述的是wall address 這immediate 這不一樣在這裡 同樣是i format 同樣是後面的immediate 但是low store 當然你去描述它的時候 它也是一種offset的觀念 你看base加offset 加immediate當作offset 但是low store那邊是byte address 那這邊呢 pc relative 那個是一個wall address 就是說你後面要自動補兩個00 補兩個00 因為你的instruction 永遠是在0 4 8 後面永遠是兩個00 那你何必要放在immediate裡面呢 浪費空間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自動加上去 所以這就是說 immediate specify 一個wall address 那這樣有沒有懂了 所以pc對不對 program 加減的時候 relative的話 你就可以增加兩個bit 對不對 再增加兩個bit 就變成往上下 2的十七十方個byte 這麼多大的address space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那還有一點要注意的 還有一點就是說 好 因為program counter呢 如果你正常狀況應該是怎麼樣 正常狀況的話 就應該加4 為什麼加4 來告訴我 下一個 因為每個instruction都是四個排 對 那加4的意思是代表什麼意思 跳到下一個 就是做下一個instruction 對很好 就是說 因為我們正常狀況 然後我不做branch equal 不做這種跳來跳去的時候 我通常這個引刷型 我就要仔細下一個引刷型 就仔細下一個引刷型 就仔細下一個引刷型 對不對 那下一個引刷型在哪裡呢 下一個引刷型就是加4嘛 就把program counter裡面的東西加4 就是你下一個引刷型所在的位置 好 那因為我們正常狀況 當然都是加4 所以我就把它先加了 後面我們hardware設計就知道了 我都假設它已經是 要仔細下一個sequential的指令了 所以我就把pc等於pc加 先把它加進去了 好 那這時候你才去測試說branch equal branch not equal 因為這都要時間的嘛 對不對 你pc等於pc加值也要時間 好 你要去測說branch equal 有沒有 兩個redges有沒有一樣 你要把它讀出來 這測試 那我因為要先往hardware做得快一點 所以我是同時一起做的 把pc等於pc加值也做了 我去測rsrt也做了 可是當我把rsrt一測出來說 哇 這兩個是equal 譬如我要做branch equal對不對 那我就要跳去我的target address 對不對 那我如果再去測pc等於 再恢復到原杖 是不是浪費時間對不對 好 那我就好 反正我心理記住就說 反正我當我拿到pc都已經加完了就對了 好 加完了 所以就是說 你這個immediate要描述的時候 你應該把pc加4 這個值去加上你要跳去的那位置才對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也就是說好 當你去看到你的program content 它已經加4了 從那個位置開始加上immediate 把immediate裡面的東西補兩個0 後面append的兩個0 才是你要跳出去的位置 就這一行最重要 就是說你要跳去哪裡呢 branch taken到底是跳去哪裡呢 是把你現在 就是branch equalbranch not equal那個instruction 所在的位置要加4 加4以後就是指到下一行 下一個instruction 然後呢 再加上 你要跳去的地方 就 才是這個 才是你真正要跳去的 buy address buy address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看一看就清楚了 好 假如這是一個loop 好 我們是叫做branch equal 要測9跟0 這兩個register 如果它一樣的話 我就跳去end 對不對 以前我們都只有寫到這樣子 就已經很會了對不對 然後再來做加 做add immediate 然後jump 這loop 就一直會跳 在做這個loop 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其實寫成這樣子的話 已經 就是已經 assembly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在前面的時候 你知道不知道 這個要放多少咧 你不知道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看 這個其實 computer是看不懂的對不對 你給它一個symbol 對它怎麼知道end 是哪裡對不對 你要給它 是一個number 0000這種東西才看得出來 好 那這裡到底要放什麼東西呢 這end到底要放什麼東西呢 好 那我們知道這是一個branch equal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 i-type instruction 所以它長成i-type instruction 好 那i-type instruction 長什麼樣子呢 i-type是有一個op code 然後有rs rt 然後immediate 那op code當然我們去查 說這個branch equal的op code 是多少 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它寫進去 ri是多少 rt 因為是有30個register 它是第9跟第0 那是代表多少 我們就把它寫進去 好 所以我查到op code是4對不對 我看 我待會兒就說這邊要放4 binary的4 ri是9 rt是0 好 那immediate要放多少呢 immediate要放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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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同學有沒有 黃露寒有沒有來 黃露寒 來 immediate要放多少 好 猜一下嘛 怎麼連猜都不肯猜下來 猜一下 我們剛剛講說你看 那你先告訴我 現在我執行的intraction是在哪裡 假如我現在限制loop的話 intraction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現在pc應該只在這裡 對不對 可是當我要加的時候 我應該從這邊開始加起 對不對 我們要pc加4嘛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從這邊開始加起 對不對 加那個offset就會到我的地方 那從這邊開始加 那and在這裡 請問他怎麼加 加多少 1 2 3啊 就加3啊 就3啊 所以immediate就是放3 這邊就放3 這樣了解嗎 所以 number instruction to be added 就是3 那你說那你剛剛什麼 講了一大堆什麼 什麼什麼 乘以4啊 因為那是bite 用bite來算 因為我現在我們都是用 用word來算 對不對 因為這樣 這個是一個word 這是一個word 這是4個bite 因為後面兩個00 是自動會加上去 就不理他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用word address 所以是 從這邊開始加幾 1 2 3 第三 最加上3 這樣會嗎 好 王露函 會不會了 好 好 好 那如果你說把它變成binary 要computer在看得懂的話 就4903對不對 就直接 把map過來 那這個 這個是什麼一個 是word word offset 對不對 如果我為你告訴你說 請你把它的bite address算出來 在memory裡面bite address算出來 那要怎麼算呢 是要把現在的pc裡面的值對不對 要加4 對不對 要加4 再加上這個值要乘以多少 4 對 這樣就對了 這樣 如果我現在這樣寫出這個東西來之後 我告訴你說 那現在pc裡面假如是告訴你是 我一個值好 x好了對不對 好 那我說那我branch的address是在哪 就是把x對不對 要加4 好 再加上這個值乘以4 就對了 就是跳去的那個位置 就是memory的address 這樣會不會 好 黃伊音 黃伊音 黃伊音是不是 黃伊音 知道嗎 了解 要跳去哪裡 知道嗎 只要我pc裡面proven count是x的話 是x的話 那你現在這裡面是這樣子的數字 那請問我跳到memory的哪一個地方 跳去memory的哪裡 蛤 對 我講pc裡面是x的話 x某一個add值對不對 好 那我請問你要跳去哪裡 x 然後加4 然後再加上 這個值 然後就直接加了嗎 對 乘以4 因為乘以4的意思就後面加補兩個0的意思 對不對 因為把它變成buy address 好 因為這是wall address 你要變成buy 就叫乘以4 好 對 好很好 好 所以branch大家知道怎麼做嗎 可是如果你在寫你刷去 直接看那個 像這個 這個3 這個怎麼來 就直接看這個你刷就知道 這樣算算就可以了 很快就算了 但我們要算那個的時候 是因為是buy address 所以才加了一大堆東西 如果直接填進去的話 就直接從下一個引刷去開始 就往v 加到你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這樣 好 好 這是branch 好 教過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教過了 這個branch怎麼做對不對 就是i format的一種 所以r type的 r format i format 就教過了 那現在最後一種format叫 j format j j你看它就是jump的意思 其實它就代表jump jump 那這個format其實只有一個intrushing 很簡單 不像i有好多好多各種各種樣子 r也是很多種 但是j format只有一種intrushing 是落在這個裡面 好 它是做什麼東西 它只要讓我們跳 那剛才說branch equalbranch not equal呢 它還是跳的範圍很有限啊 對不對 是在 就現在program counter加減的一個範圍之內 一個offset之間 那假如我希望跳比較遠一點的呢 好 那我怎麼辦呢 那當然跳遠一點的話 最好是怎樣 最好是 因為address是多少 我們的address 我們memory address是多少 好 32b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是應該你要jump到一個 任何一個地方的話是多少 跳到任何一個32b的位置給它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的intrushing應該要這樣子描述 對不對 你要說告訴你 不管是任何一個地址 你就把這個地址放在你的intrushing裡面 你說我要跳去那邊就對了 理論上你可以跳去任何一個地方 把它放進去對不對 好 那因為memory的地址是32個bit 那你的intrushing也32個bit 如果你這個intrushing 全部都把它當memoryaddress 那你的op庫要放哪裡 沒地方放啦 對不對 那變成什麼 你要把intrushing加長 你為了這一個intrushing 你要把所有的intrushing加長嗎 那也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不行對不對 所以我們叫compromise 叫要犧牲一點東西 他說好 所以這邊的意思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要跳 我當然希望跳到任何一個地方 但是呢 我的memoryaddress是32個 如果你要跳去任何地方 你要描述32個bit 在你的intrushing裡面 可是intrushing也只有32bit啊 你通通都給它 通通都要描述 那我就不知道op code是什麼 我要op code一個地方 還是要描述它 對不對 所以他說好 那我就把這個compromise一下 我op code還是留在那邊 這把後面全部的fill呢 把它全部通給你好了 通都給你當中你要跳去的地址 好 跳去的地址 所以我們最後會有這樣的一個format 叫做jump的addressing 就是define the fill 然後這個前面op code是6個bit 那32減掉6個不就只剩下26個bit啦 只剩下62個bit 26個bit 那也就是說我只能用這26個bit 要去描述我要跳去的位置 跳去的位置 那一定不夠嘛 就一定有些地方跳不到對不對 那我們看看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去把它 跳更遠 跳更遠 那有一個技巧跟剛才很類似的 林委員 林委員有沒有來 林委員 來 來 欸前面有位置為什麼不做咧 林委員 你喜歡罰站喔 好 好 林委員在哪裡 來 先告訴我 我沒有什麼辦法 希望把這個範圍擴大一點 我現在只能描述26個bit 跳去一個地方對不對 要32個bit 才是我真正的任何一個地方對不對 那現在只有26個bit 我怎麼樣把它擴大範圍這樣 你想想看 剛才我們已經學到一個技巧啊 26個bit對不對 對不對 我怎樣有辦法可以加兩個bit 林委員 知道不知道 不回答 拒絕回答 猜一下嘛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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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陳寅是就是 append兩個0 對對對 很好 你有在聽喔 不錯啊 就是剛才我們說 你給它因為 你穿永遠是在048對不對 後面兩個0幹嘛放在裡面嘛 就自動加上去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26個bit實際上可以把它當作word address的話 你就可以加兩個0在後面 就變28個bit了 就變28個bit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只差4個bit了 只差4個bit就可以描述一個地址了 好 只差4就可以描述一個點 那好 陳俊傑 陳俊傑來 有沒有 來 陳俊傑來 那你覺得該怎麼辦 我們還差4個bit啊 現在一個address是32bit對不對 你現在immediate給你26個 加上後面補兩個0就28個bit 前面應該還差4個bit啊 就還差才會變成一個真正完整的地址 32個bit 從哪裡來 猜一下 從哪邊來 沒地方我們 因為這是一個地址嘛對不對 那地址應該從什麼地方來咧 欸 很好 哇 很厲害 從ProgramCounter來對不對 那從哪裡來呢 從ProgramCounter的後半部拿呢 還是從前半部 還是從中間隨便取一個bit來呢 你覺得 我要從 因為我現在才差4個bit對不對 差4個bit對不對 那我應該從ProgramCounter什麼地方 還是把它加到ProgramCounter裡面去呢 還是說 從ProgramCounter的哪一個位置 把他的bit拿來 還欠4個bit嗎 從哪邊來 這4個bit 陳偉如是不是 哈 哈囉 哈 沒有 陳俊傑 陳俊傑 好 那下一個 陳偉如來 陳偉如來 好 來 來 陳偉如 從ProgramCounter哪裡來 哈 哈 前面 前面 為什麼會前面這樣 好像下一個是後面這樣 就是前面一個 對 你前面補上之後 因為你感覺上前面就把 相當於是把 如果你加前面 就相當於把 那個整個Program 切成幾塊嘛 對不對 如果是兩個bit的話 就相當於把它切成4塊嘛 對不對 只要你前面的意思就是說 我會跟你一樣的意思對不對 就跟現在ProgramCounter所在的位置 一樣對不對 只要你是在 我切成4塊 你是落在這位置的話 我都就是對的 對不對 因為前面的bit 是把等於想要整個Memory Space把它切成幾塊 如果說你用前面第一個bit的話 把Memory切成幾塊 好 我就只看最前面那個bit來講的話 我相當於把Memory切成幾塊 兩塊嗎 00的1塊 1的1塊嘛 對不對 如果我只看前面兩個bit的話 前面兩個bit的話 我相當於把這個Memory切醒幾塊 四塊嘛 因為我們不是這樣子嗎 00 000 一點點 一直很好 半天之後才會 most unique才會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最前面的兩個幣呢 如果是00的話是應該在最下面 01在第二塊 1011可以切成四塊對不對 那你現在把它append的這個 前面兩個幣在前面 相當於就是說 你把整個memory切成這麼多塊 只要你program 整個program都落在那一塊裡面的話 你就把現有的program count append 就是加進去就不會錯了嘛 也就是在這個range裡面 你的instruction在這切成四塊 只要你的program放在這裡面的話 我前面兩個幣都長得一樣嘛 所以我append的是沒問題的嘛 這樣懂不懂意思 你要代表喔 到底懂還不懂 差不多 好 懂不懂 懂 真懂假懂 懂不懂 好 我再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manmanaddress 你看是不是 你看是從 從後面開始變的對不對 00000然後0001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個 就是在memory這個 memory長這樣對不對 從這邊開始 00000對不對 一直到這邊可以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往上一直這樣上去對不對 從這邊開始一直 01 101 一變到這邊就變1了對不對 就開始0對不對 所以我只看這個b的話 如果我只看這個b的話 只看most significantb的話 也就是說0是1塊 1是1塊嘛 對不對 那如果看2塊的話呢 應該是這邊00會是1塊 這邊01 01會是1塊對不對 101塊 然後再來11是1塊 對不對 好 那假如我的program 落在這個裡面的話 我這邊跳來跳去的話 對不對 表示說我前面這個b是一樣的嘛 前面這個b是一樣的對不對 如果program 通通放在這邊的話 表示說我前面這個01的是一樣的嘛 所以你把append有沒有關係 就沒錯啊 是insultation沒錯的啊 這樣懂不懂的意思 我們剛剛講說 你把前面缺兩個bit 直接把它放在前面 要先問對不對啊 這樣對不對 這樣做可不可以啊對不對 假如說我的program 通通是在這裡面的話 我program都擺在這裡面 從這個insultation 跳到這個insultation 或從跳到這個insultation 跳來跳去 我跳到這邊 跳到這邊 前面都是01啊 所以OK啊沒問題啊 對不對 你把就是前面後面的insultation 找到 然後把前面append進去 我都是在這個範圍跳來跳去 都OK的 都沒問題的 所以我的insultation是對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的program 是擺在這邊 假如你的program擺在這裡 你的program你擺在這邊 好 那有一個insultation在這裡 好 那它跳到上面去 跳到上面去 那你這樣對不對 你這樣append的00對不對 append的是01對不對 那當然就錯啦 當然錯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jump的時候 對不對 我前面要append 這前面的現在 current program content裡面的值 但是有個條件 好 條件就是說 我這個program 是放在這個boundary的地方 在你切成這幾塊boundary的地方 好 在這裡面的那就OK 好 裡面的OK 好那我們看看說 那這樣容不容易做到呢 容不容易做到 因為你32B對不對 你總共可以把 再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我的這個呢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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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我們看 怎麼拿到這四個bit呢 他說把 前面最高位的那四個order bit 從program counter拿過來 他說大部分的時候呢 這都會對的 為什麼99%都會對的 因為這個其實是很大 256個megabyte 就是你把它切成 四個highest older bit 2的4的8 16 切成16塊 一塊都有256個megabyte 你只要好好 不要擺錯就好 對不對 你的program不會超過這麼大的 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OK的 這樣 只要那誰去擺呢 可能是一個link load的時候 你擺的時候要小心擺 你不要擺到超過那個boundary的話 那這個append前面這四個bit 都一定會對的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看 這個 蛤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那這個jump這個instruction呢 它怎麼來的呢 new pc怎麼來呢 就把program counter裡面的 前四個bit拿過來 好 後面的26個bit拿過來 就是我們剛剛所謂jump instruction 後面的26個bit拿過來 再補兩個0 這就是你要跳起的地方了 好 那注意喔 這個不是加喔 這是叫做concatenation 就直接把那兩個bit放最前面 放最後面就好了 這樣 不需要做一個加的動作 就是那個位置 就直接拿過來 就補進去就可以了 補進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樣得到我們的 三四個bit address 好 但是如果你還是說 我真的非要描述三四個bit address的話 那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還是有這樣的刷新 我們繼續這樣 我們說jump register 對不對 jump register就是做這個動作 你把你要跳的地址放到 ra裡面去 ra裡面去 然後你就跳jump register 那就會跳到這個register 所描述的地址裡面去 那當然這可以任何一個地址 當然你要做這個動作 如果這裡面是重要的information要怎樣 可不可以把它亂動啊 要把它存起來不要忘記 對不對 就是說ra是一個很特別的register 如果你要用它的時候 你要不要把它裡面 裡面只要存 但是你可以用它去跳到任何一個地方 jump register就是把你要跳去的地方 放到ra裡面 然後用jump register的ra 去跳去那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jump的幾種type 第一種就是有範圍的branch equal 或branch not equal 是一個pc relative的跳法 對不對 然後再來這個jump 不是完全的direct 有點sudo 還要加一些這個 才會描述一個絕對的地址 但已經是絕對地址 有點像絕對地址 在有限範圍之內絕對地址 如果真的要跳到絕對地址 我們可以用register去描述它 這就是jump instruction 好 我們來看這下面 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instruction 對不對 代表這是一個program 我們這邊有一個branch not equal 對不對 它說要跳進哪裡 跳到exit對不對 那這個instruction的form 你知道是5 然後這個第八個range 第21 那這邊要擺多少呢 來 領域3 來 多少 x在這裡對不對 兩個 對 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 這裡面應該擺多少 要跳3個吧 然後再下一個 所以就是兩個 2 對 因為這時候pc等於應該已經pc加4 所以已經在這裡了對不對 從這邊開始數起跳的位置 所以1 2 所以是2 2 2 好 再來 那如果這jump呢 這個jump 他說我們jump要跳到jump 跳到loop loop是在這裡對不對 loop在這裡 loop的絕對地址叫做個十百千萬 八萬 八萬 那這邊要放什麼 這邊放什麼 來找一個同學 蔡 會 齊 來 蔡 會 齊 來 蔡 會 齊 這邊要擺多少 這個地址是那個deximal 就是說十進位的 十進位地址 不要把它搶成binary 就會搞亂 這就是一個個十百千 八萬的地址 如果這邊是八萬的話 那這邊應該是擺多少 蛤 蛤 兩萬 兩萬對 好 忘了把你們擦掉 那個 下次要把它擦掉 好 就兩萬 就是這邊就兩萬 那這怎麼過來呢 因為這是一個 這只要小 描述一個wall address就好了 對不對 wall address 那這個是一個by address 要除以四 除以四 就得到一個wall address 所以這邊的運算在這邊 他就說 要跳去的地方 就是把2 批式要先加4之後 然後再把這個乘以4變成buy address buy address就跳到這裡 所以80024 那這個怎麼來的 因為只要跳去 前面因為都是0了嘛 我們假設他一定是在同一個segment裡面對不對 就append直接進去 前面可能都是000 所以只要顧到後面這兩個 就是把乘以4就可以了這樣 好 這就是target address example 那假如說你現在寫loop的時候 想要寫入branch equal branch not equal 你當然假設這L1 都是在你的範圍之內對不對 在一個在你program counter 這個offset的PC relative 在16個bit可以描述的地方 那萬一說你這L1是很遠的話怎麼辦呢 很遠 我要跳到很遠的地方 那他說好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jump的instruction 雖然是branch equal 它只能跳到附近 但是你跳到附近之後呢 你再利用一個jump的instruction 把它跳到很遠去這樣 就可以達到你來跳很遠的地方 這樣懂不懂的意思 懂不懂的意思 就是先要跳到jump的那個 對 就是要先跳到這裡 就是說因為branch equal這個L1 這是一個offset的PC relative的值對不對 假如這只能在上下範圍很近的位置 但是我這個L1是在很遠的地方 那你就沒辦法在這裡面branch equal裡面描述啊 那怎麼辦呢 他說好 那你就先做個假的instruction 就是jump跳到這邊在這個附近對不對 先跳到這裡 然後這個再跳到L1再跳遠一點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就是可以利用jump的instruction可以讓你跳得更遠 這個同一篇就是要講這件事情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把前面覆習一下說 我們到底addressing mode有哪些 就這也是在instruction set design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像我們在這個MIPS裡面的addressing mode 沒有很複雜 很簡單就相對這些 但是你可以各式各樣的operant 都可以從這個addressing mode拿到 第一個叫immediate addressing 就是所謂我們的i-type 你的operant就直接在你的instruction裡面 這種叫immediate addressing 再來register addressing 你只要描述register 到register file裡面去拿就可以了 這叫register addressing 再來based addressing 就是我們所謂的load store的那種狀況對不對 我給你一個register 給你其中一個register 然後把這個addressing加起來以後 就可以去offset 得到offset去可以到memory 任何去byte hardware 都可以去access你要的東西 好 這個叫做based addressing 好 再過來 還有PC relative 你要算到你的地址是跟PC去做加減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哪一種instruction branch equal branch拿了equal對不對 我們是去 雖然是immediate這個東西拿給你 但是它不是去跟 它是跟program count 裡面的東西做加減 好 這叫PC relative的addressing 好 再來 sudo direct的addressing 就是跟direct很像 direct就是你直接描述一個 這個地址就跳過去了 但是它因為實在是不夠長 所以還做了一些小動作對不對 把後面concatenate 00 再把關鍵裡面進去加起來 是我們叫做sudo的 direct addressing 這幾種 五種就是在MIPS裡面 它access operant access target的地方 addressing the mode 到目前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下面應該要講到是 translate跟一個program 我們先看看大概 這第一張圖就好 詳細下一次再介紹 就是說 好 我們給你一個cprogram 對不對 我們最後這張 是把你的010這個東西 放在你的memory裡面 然後program就可以開始 執行了對不對 好 那可是你給你一個cprogram 我怎麼樣可以到 把010的patent 把它放到memory裡面呢 其實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system的program 在幫你做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這次的作業 叫你說寫個assembly對不對 它目的 不是叫你將來 通通用assembly寫這樣對不對 是要告訴你說 你看 一個這麼簡單的program 如果你用c 可能寫三行五行對不對 可是你寫assembly要寫幾行 寫了沒開始寫沒 還沒 開始寫沒 哈 沒有半個人開始啊 誰寫你寫沒 也沒 好 太慘了 回去寫就知道 怎麼簡單的 用那個c寫 寫三行五行 為什麼我寫assembly 寫這麼長對不對 但是呢 讓你知道說 好 當然第一個目的是說 讓你知道說 對應加上hardware 是要怎麼設計 hardware真的是這樣 一個人刷印刷印去把它執行 那也是告訴你說 要寫這樣的assembly 就是你的生產力是很 很沒幫助的對不對 你要寫high-level language 你才可以寫很多的程式 可是你寫high-level language 誰幫你轉成那個東西呢 是compiler把你轉成那樣東西的 compiler把你一個high-level 轉成你後來寫的assembly 這種樣子 就要說 透過compiler 我寫成assembly的language 然後透過assembler 變成object的machine language 那assembler做什麼 它大部分就是一對一的工 類似這種 因為你寫的assembly 還是有symbol在裡面 什麼add i 對不對 add還這些東西 但是那add i 它已經對應到一個op code 對你來講 你還是寫那個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rsrtrd寫之後 第五個regi 第三個regi 還是比較簡單 還是叫你寫0000那種 更難寫對不對 那assembly就是做這個工作 把你這個還是符號式的assembly 把它轉成0101這種東西這樣 轉成0101這種東西 然後呢 那通常有時候compiler 就一起做了 好的一起做 你突然你寫完cprogram 它就 一路就把你這些object的machine的language 的module把它generate出來了 好 然後在和什麼東西 和一些在library裡面的routine 因為有些你知道routine 不用重複寫嘛 對不對 那寫一次就把它call出來就好 把這些module呢 combine在一起 就是說我到底用了哪些library的routine呢 把它全部要的東西加起來 然後用link就把它link起來 意思就是說你寫了很多的module module 1 3 5對不對 那從外面叫過來了六七對不對 總共有五個module 你要把它排排好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因為你有的是從外部來的 有的是自己寫的 有的是這三個module的 有的是昨天寫的 有的是前天寫的 可能是分開不同的module對不對 那可能裡面都有跳來跳去啊 不是 剛才我們在寫在跳的時候 都是用一個符號代表 對不對 用l1代表 跳去某一個地方 就把它代表 那跳去的地址 我不知道是在哪裡對不對 那這時候link就把這些包起來 包起來說這些空的 就是你要跳去哪裡的位置 剛才沒有辦法決定的東西 就把它補起來 好吧 補起來就link就把 最後把變成一個完整的 這個可以執行的程式 然後loader呢 再把它放到memory去裡面 把它放到memory 那你知道 當你這個program 連在一起的時候 譬如說你有五個module 已經全部都連好了對不對 相對位置也都知道了對不對 那放到memory裡面之後 它絕對位置知道 不一定放在哪一塊啊 不一定放在哪一塊 對不對 loader會告訴你 你會放到哪一塊 那如果你用的是 就是 後面我們會介紹 我們就virtual memory的 這種系統的話 其實不管你放在哪一塊 它最後都可以開始執行 可是如果說你是 不是用virtual memory 這種系統的話 那你要告訴它是放哪一塊 你用一個base 開始去加說 你到底絕對位置是在哪裡 因為跳的時候 還是要一個絕對位置 所以這個整個做一個translation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步驟 那下一次我們再 差不多也就是這樣 再把它做仔細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